年關將近 採買年貨就有業者是篡改 效期標示 高雄地人蜀惠同調查處 還有衛生單位 就查獲在高雄市開設 三家分店的高檔生鮮超市 涉嫌篡改食品的有效期限 違反了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罪嫌 復訓之後 中信負責人跟黃信店長 分別就以兩百萬元 二十萬元交保 三家分店也都關門沒有營業 員工不出門事後 鐵門隨即關閉 這家位在高雄市 文化中心附近的生鮮超市 招查獲篡改食品有效期限 三家門市陸續拉下鐵門暫停營業 曾經購買過的民眾都感到意外 門市據點選在高價住宅社區附近 對外標榜販售國外進口生鮮等高級食材 但疑似銷量不佳 中信負責人和黃信店長 指使員工將烤地瓜可樂餅 鯭魚燒和生鮮肉品 火鍋料等兩百六十五包食材 以透明真空袋分裝 再用店內的POSE機 製行輸出標籤 涉嫌更改或延長有效期限 安全 讓不知情的民眾吃下肚 衛生單位 以封存有問題的產品 也將過期商品 下架 檢方要積極追查 釐清被害消費者人數和不法獲利 記者李傳莫招全 高雄報導